1996年呢 一条消息突然在扬州市下属的双桥乡流传开了 什么消息啊 乡里一枝花何小梅被人奸杀了 一时之间呢 全乡炸开了锅呀 很多群众纷纷的赶往案发地双桥村去开热闹 双桥村呢 是个富裕的小村 从改革开放开始 这里的村民呢 就逐步的放弃务农 开始做玩具加工的这个方面的生意 村里边玩具加工 从单个家庭妇女开始 逐步啊就变为了家庭作坊 又变为几个家庭联合作坊 到了96年 一些人已经成立了中小型的工厂 开始啊 直接从上海 广州 甚至是香港 接这些加工订单了 村里 有钱人可不少 有一些光脚穿皮鞋的中年男人呢 都已经带着昂贵的大哥大 开着崭新的摩托车 村里呢 还有很多小洋楼 都是二层或者三层的 洋楼里面是堆满了香港 日本的进口电器 还有一些 很值钱的红木家具 村里的妇女呀 大多是穿金带银 年轻的妇女呢 则是从上海 卖时装 显得格外的时髦 有钱了以后啊 村外的公路 也被村民集资修正过 方便运输 玩具零件和成品的卡车进出 香花和小梅的尸体 就是在公路边的 一片菜地里被发现的 发现尸体的 是天还没亮 就来交地的老大爷 老大爷年纪不小 眼睛呢 却不错 他一眼就看到菜地尽头 躺着一个光着下身的女人 惊恐之下 老大爷扔掉挑着粪桶啊 慌忙跑去报警了 警察还没到 看热闹的村民就赶到了 扬州市刑警赶到的时候 现场被离三层 外三层 围的是水泄不通 刑警老杨是一个老警察 已经从警三十一年了 头发都已经斑白了 扬州啊 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地方 九十年代 市区和附近交线人口啊 不过一百多万 老杨来到现场 发现这个现场啊 已经被严重的破坏了 连尸体身边几米的距离啊 都有无数脚印了 老杨啊 也无可奈何呀 爱看热闹 这中国老百姓啊 就有这样的习惯呢 随后老杨和法医啊 开始查看尸体 死者何小梅28岁 是双桥乡人 但不是双桥村人 何小梅是临村人 结婚之后啊 才嫁过来的 同其他村民说的一样 何小梅长得是非常漂亮 明星一般 高高的鼻梁 水汪汪大眼睛 红红的嘴唇 她的皮肤白皙 一头绣发 刚刚生过一个孩子呀 使得她的胸部 胸部啊 很是丰满 颇有成熟少妇的风韵 村长介绍 这个何小梅呀 是本乡著名的美女 还没结婚的时候 在乡里逛街的时候啊 就经常有小伙子 甚至是高中男生啊 跟在她的身后走 就是为了多看了几眼 此时何小梅 灭入死灰 双目圆征 嘴角扭曲 相当吓人 她的尸体呀 已经出现了十斑 预计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 也就是说 她是在前一天的晚上 遇害的 何小梅上身衣服完好 但是下身赤裸 没有穿外裤 也没有穿内裤 这两条裤子 都在几米外 看起来 她似乎 是被人奸污了 何小梅的脖子上 有明显的掐痕 似乎是歹徒 将她奸淫之后再杀害 或者是杀害以后 再奸淫的 何小梅耳朵上的金耳环 脖子上的金销链 手上的金介石 全部都丢失了 给人的感觉是 这个色魔杀人以后 顺手抢走了之前的东西 何小梅遇害的地方 距离村庄只有几百米 距离公路只有几十米 这里显然不适合作案的 公路附近 从早到晚 频繁有人和卡车 进出村庄 非常容易暴露 这就太奇怪了 富有多年侦察经验的老杨发现 何小梅尸体 下身赤裸 奇怪的是 在他两腿间 放着一把结杆 正好 遮住了 他的下体 看来 可能是村里 哪位村民 看到这么多群众 围观尸体 觉得不雅 用马杆 就把女人的关键部位 给遮住了 老杨简单走访了一些周边群众 有个大妈反应 似乎听到 何小梅在村口哭声 几秒钟以后 就听不到了 因为何小梅 三天两头 在这个村里哭闹 这个大妈 也没把这个事 当回事 其他再也没有任何人 看到 或者发现何小梅 有什么异常了 现场的线索呀 就这么多了 可以说 这些呀 都对破案 没有什么帮助 无奈之下 老杨啊 带着几个年轻的民警 去村里啊 走访了村长 村长也姓何 还是何小梅的远方亲戚 村长正在家里挨声叹气 他的老伴啊 则是抹着眼泪呢 老杨说了 村长啊 听说何小梅 是你老板 做梅人 才嫁到村里的 村长说 是啊 老杨说 何小梅 这么漂亮 嫁的是什么人呢 村长回答说 当然哪 是村里有头 有脸的人家了呀 这家 姓黄 也不是本村人 是外来户 他们一家呀 是远处 那个 回民村的 后来呀 搬到我们村子里 做生意 他家呀 在村里呀 开了一家 最大的玩具的工厂 雇了二三十个女工呢 家里呀 很有钱 他们 老夫妻两个人呢 老太太 在外边跑市场 老头 带着儿子 在家里 管理工厂 老杨奇怪的问 怎么 老太太 在外边 跑市场 一般 不都是这个 老头 干这个吗 村长说呀 嘿嘿 这家老头 姓黄 没什么用 但是啊 这老黄啊 长得倒是挺排长的 高高大大的 可惜啊 做事糊涂 喜欢吃 喜欢玩 看不了这个 只能啊 在家 管理工厂 他们的儿子 和老子一样 也没什么大出息 没人呢 粘巴巴的 老杨就问了 那这家的老太太 很厉害吗 村长回答说 哎呀 也不是什么老太太 也就四十七八岁 这老太太 姓马 是回民 我们这里呀 回民女人呢 都挺厉害的 这老太太呀 里里外外 一把手啊 一个人呢 做了这么多的生意 他们家 改革开放之前呢 穷的是叮当奖的 现在呀 在村里呀 只有两栋小洋楼 还有两辆摩托车了 在扬州市和上海呀 都有几处门面房 那都是马老太呀 搞起来的呀 这老太呀 太厉害了 一般男人都怕他呀 纷纷掏钱呢 哎呀 话说呀 八十年代 他去广州卖货 路上啊 遇到了几个男青年 拦路抢劫 全车的 这个男人都怕了 可是啊 就他呀 拿着一把铁棍呢 把一个男青年 打得是满脸是血呀 都晕死过去了 其他那些 抢钱的小伙儿啊 吓得全跑了呀 你说 这种人 又有头脑 哪能不发财呀 老杨说 那你们 就把亲戚和小梅 介绍给他儿子了 村长说是啊 那个和小梅 长得漂亮 性子又高傲 看不上一般人家 结果啊 拖到了二十五岁 都没结婚 我们乡下人呢 女的呀 二十二三岁 不结婚就算晚了 当时啊 和小梅自己呀 让我们帮忙介绍 我呢 就介绍了 马老太家了 和小梅呢 对这一家啊 还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 人家有钱呢 不过呀 和小梅 看不上 他家的儿子 觉得这个儿子呀 性格懦弱 见了爸妈 大气都不敢出 和小梅这个肚皮呀 也挺争气的 哎 嫁过来一年呢 就生了一个儿子 马老太特别高兴啊 当场就给儿媳妇 八千块钱零花啊 密警同志啊 你说那扬州工人 一个月才多少钱呢 也就二三百呀 但是啊 密警同志啊 何小梅这个人呢 可有点懒呢 不太愿意照顾孩子 孩子啊 都是何小梅 丈夫照顾的 马老太呢 也没说媳妇什么 花钱就雇了保姆 老杨说了 那就是说 他们婆媳关系还不错 村长说 是啊 马老太这个人呢 挺好的 他脾气似的 可是人呢 很正直 还不练色 经常贴补村里一些贫困户 和没有儿女老人 去年呢 马老太 门口的一个邻居 无保护那老头死了 他的远方亲戚都不管 还是马老太呀 出钱呢 给他办的后事 风风光光的 花了不少钱 刚说了 马老太一家是外来户 在村里啊 没有一户亲戚 根本不该他出头去管 马老太 在我们村里的口碑呀 还是很不错的呀 说到这里 村长老伴就把那话给接过去了 哎呀 何小梅这个孩子呀 虽然是我亲戚 又是我介绍来的 我还得说实话呀 这孩子呀 本性啊 可不太好 好吃懒做 就知道享福啊 嫁过来以后 他什么都不做 就是整天吃吃喝喝 马老太让他去工厂 帮忙做一点事 他干了两天 借口说身体不好就不去了 这孩子呀 还能花钱 马老太给他八千块钱呢 他跑到上海去旅游 一次就花了一大半啊 你去他家看看呢 各种首饰 时装 鞋帽 堆了好几个屋子呀 有的衣服 他根本就没穿过 他老公老实 从来不敢说媳妇什么呀 老杨就问了 那他这么能花钱 他丈夫负担得起吗 村长老板也说了 当然负担不起呀 滩家的钱呢 都是马老太在管 那个老黄桃手上 有一些钱 但也不多 主要是进货 和给这些女工人发工资的 他们儿子没钱 和何小梅一样 每个月呀 按月拿一点零花钱 他就想方设法 向公公婆婆要钱 马老太在外闯荡啊 看得出媳妇是什么人 给了几次就不给了 让黄老头也别给了 何小梅呀 整天是抱怨哭闹 说是嫁到了一个 有钱人家 自己却没钱用 经常和丈夫吵架 丈夫啊 都忍气吞声 倒是 他那个老公公 黄老头啊 经常劝 私下礼啊 给点钱 哄哄媳妇 让她别闹了 老杨说 这也就是普通的家庭的纠纷呢 你们说 何小梅这次出了事 谁有可能杀害她 她有什么仇人 尤其是以前追求过她 或者是一直骚扰她的那种 村长一听 继续看着老伴说 哎呀 这个呀 还是你说吧 村长老伴又说了 哎呀 小梅呀 就是这邻村的 名气挺大的 她之前有男朋友 是他们村的傅员军人 两个人呢 谈了好几年了 这个期间呢 何小梅呀 不断让这个男的买这买那的 花了男的很多钱 最后啊 何小梅嫌那个男的穷 要他在扬州市区买婚房 说还要给一大笔彩礼钱 才能嫁他 结果人家呀 借了钱买了婚房 又给了彩礼 欠了一屁股债呀 没想到呢 何小梅 瞒着自己爸妈 和我们呢 又四处相亲 看上了 马老太的儿子了 之后啊 何小梅呀 就把他那前男友给甩了 而且呢 还不肯呢 退回彩礼 这男的当过兵 性子烈呀 去何家闹了几次 后来又要去法院打官司 村长这时候啊 气呼呼的说呀 哎呀 这小伙子呀 还找我们闹过一次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被他骂的是莫名其妙啊 后来呀 我们也挺恨何小梅的 这不是害我们吗 说起来呀 何小梅的爸妈呀 还是讲道理要面子的人 尤其是他父亲 那一辈子最要面子 其实啊 这笔彩礼呀 是何小梅私下收的 他呀 都买衣服 买首饰给用掉了 最后啊 何小梅父亲做主 把家里的一处房子给卖了 这才把前男友的彩礼钱 还了回去 那男的虽然拿回了钱 却气得半死啊 后来呀 放话说 一定要剁了何小梅呀 听说何小梅是被人奸杀的 尽管哪 会不会是那小子干的呀 就是为了报复我 老杨说 啊 这样啊 倒是有可能啊 从村长家中出来 老杨立即让其他刑警调查这个前男友 查出 这个前男友啊 现在在扬州以下国企治安科工作 老杨他们当天下午啊 就赶到了这下国企和这个男人见了面 这个前男友长得很是鹦鹉 个子一米八几 身体强壮 虽然退伍多年 但是他说话做事 还带着军人的样子 听说何小梅死了 前男友 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笑了 哼 这贱货 缺的事做多了 迟早这个下场 死得好 老杨说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说说看 你昨天晚上 在什么地方 前男友一听 什么 你们这是怀疑我呀 老杨说 不是怀疑你 你和何小梅有矛盾 对吧 现在何小梅出了事 我们公安机关 必须要调查他社会关系 你说说 你昨天晚上 在什么地方 前男友说 我就在公司宿舍里呀 谁可以证明啊 这个 我平时住单身宿舍 昨天晚上 下班 我去食堂吃了饭 打了半个小时篮球 然后 就回宿舍 去睡觉了 你这么说 也就是说 没有人 可以证明了 没人证明 但是我又没风啊 警官 我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何小梅这个骚娘们 别看他装得像个人样 背地里 他浪得很呢 和我谈朋友期间 经常和一些不相干的男人 打轻骂俏 说不定啊 他搭上了 哪个野男人 又骗了人家 被人报复 杀了 也有可能啊 老杨说了 你有什么证据啊 前男友说 那倒没有 我就是猜的 老杨说 那你就是有钻石坚了 你之前 放话说 要剁了何小梅 只是你说了吧 这个 我 我说过 就这样 调查完前男友 老杨啊 安排了一组民警 监视子 防止他外逃 同时呢 还给他抽了血 看看 和何小梅身上 惊艳的血型 是不是一致 老杨刚刚回到公安局 王法医啊 已经等他很久了 王法医 向老杨 说了尸检的几个 奇怪的情况 第一 何小梅 下身赤裸 下体 也确实 检测出了 男人的经验 当时啊 国内啊 刚刚有DNA的 鉴定技术 扬州呢 还不能鉴定 只能送到南京去 这需要几天时间 第二 何小梅 死因 有疑问 脖子上 有明显掐痕 但是痕迹啊 比较轻 似乎歹徒啊 心存犹豫 或者力气不足 正常来说 这种掐捏 不会致死 所以呢 何小梅 死因不明 第三 何小梅 上衣完整 头发 梳理整齐 都没有拉扯的痕迹 何小梅 尸体上 也没有伤痕 正常来说 即便何小梅 遭遇 劫色歹徒 放弃抵抗 身上没有伤痕 是可能的 但是上衣 和头发 不应该这么整齐啊 这让人觉得呀 匪夷所思啊 听完法医的介绍 老杨啊 感觉到很困惑 这个案子 如果是何小梅的前男友 报复杀人 以他前男友 那么粗壮的身体 随便一下 就能掐死人了 况且啊 作案地点呢 又是非常靠近公路 和村庄的地方 前男友 应该要尽快 将何小梅杀死 防止喊叫 被路人听见 他怎么可能 轻轻的掐捏 力量甚至不致命呢 这不符合逻辑啊 如果前男友 袭击何小梅 两个人本来就矛盾 前者多次说 要杀了他 何小梅 一旦 看到 长期不见的前男友 在夜间 突然出现 一定会高度戒备 大声呼喊 甚至搏斗 尸体呢 却整整齐齐 根本没有任何 搏斗的痕迹 也没有人 听到过 任何 这个关于何小梅的喊叫声 只有人 听到几声哭声 这岂不是怪事 有哭的视线 为什么 不大声呼喊呢 扬州啊 是一个小城市 法医的水平有限 已经将尸体部分器官 和DNA的样本 送到了南京的江苏省公安厅 法医中心 继续检测 总之啊 看起来 前男友 有作案时机 还有这个动机 但是还有很多疑点 并没有弄清楚 就在老杨 忽疑的时候 这个前男友啊 突然 就来到公安局 说要反映情况了 老杨接待了 这个前男友 前男友说 警官啊 我有一个情况 我本来不想说 现在你们怀疑我 还派人盯梢 我只能说了 我知道是谁杀了 何小梅的 老杨说 你知道 那是谁干的呀 前男友就说了 是他老公 什么 他老公 你开什么玩笑啊 嘿嘿 我告诉你警官 这个何小梅啊 给他老公 带了绿帽子 他老公 当然要杀了他老婆呀 老杨一听 就问了 你是说 何小梅 外面有情人 前男友说 当然了 这嫂娘们 都是东西 我和何小梅 一个村子的 就是 他老公家 那个邻村 他老公 那个村子挺富裕的 可是我们村子 比较穷 很多我们村女孩啊 都嫁到 那个村去了 我表姐也是 你们知道 我和何小梅以前 闹得是一塌糊涂 这期间 还差点打了官司 当时啊 我为了要回彩礼 就让我表姐呀 盯着何小梅 一举一动 结果呢 就有了意外收获了 老杨说 你表姐发现 何小梅 外边 有情人吗 是谁呀 前男友说 是谁呀 这就不知道了 大概半年前 他老公啊 捉过一次肩 我听我表姐说 他老公挺没用的 整天被那个何小梅 骂得狗血喷头的 平时 何小梅呢 也不让他老公 随便碰 碰了呀 就要零花钱 或者要东西 有一段时间 他老公啊 两个月 都没碰过何小梅 他老公觉得事情不对 有一次 就从工厂回去 就发现何小梅的床啊 乱了 上面呢 还有一些 男人的体验痕迹 他知道这是老婆偷人了 他老公啊 蔫儿归蔫儿 可不是笨蛋呢 以后啊 他就经常偷偷的提钱呢 从工厂回去看 然后再偷偷回工厂去 就是不让这个何小梅发现 他没什么用 怕捉奸呢 捉不到 还要被那个奸夫打 每次啊 他还都约两三个 村里的好朋友 大概呀 一个多星期以后 他又提前回来了 他让他朋友啊 在大门口等着 说一旦发现奸夫 他就喊人 那些朋友就进来呀 帮忙抓人 老杨说 那结果就抓住了 前男友说 没有 那几个朋友啊 等在门口 突然就听到里面 吵起来了 他们知道 这是发现奸夫了 但是何小梅的老公没喊 大伙就没进去 过了大概十分钟啊 何小梅他老公 一个人出来了 气得呀 脸都变形了 当时这几个朋友就问了 怎么回事啊 抓住没有啊 怎么不喊我们呀 他老公啊 是一语不发 掉头就走了 哎 警官 你说奇怪不 明明抓了奸夫 就放走了 我说呀 还是他老公没用 胆子小 见了奸夫 都不敢动手 换成我呀 我先把奸夫淫妇 打扮死再说 还放奸夫走 跟他不可能 老杨说 所以你觉得这样 他老公 就去杀了他老婆 民警同志啊 你想想啊 这种事 哪个男人受得了啊 直里暴不住火呀 没几天呢 整个村里人呢 都知道这件事了 我们农村呢 最看重名声了 除了这种事 他老公 还能上街吗 他老公 蔫儿是蔫儿啊 但是蔫儿人 不代表 不会杀人呢 民警同志 你见的比我多吧 这种蔫儿啊 一旦狠起来 那比普通人 还要厉害呀 我看 肯定是他老公 受不了了 找个机会 把媳妇啊 骗到村子外面 给掐死了 然后扒下裤子 拿走首饰 伪装成是被奸杀的 老杨说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我们呢 会去调查的 我再问你个事 你们不是闹翻了吗 最后 他父亲 怎么把彩礼 都还给你了 没去打官司 你们这种情况 无凭无据的 打官司 你也不见得能打赢啊 前男友回答说 哎呀 说起来呀 何小梅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老爸老妈呀 都都是老实人 尤其是他爸 做了很多年 小学老师 教授育人 老实诚恳 人呢 是很不错的 这事儿 根本和他爸妈没有关系 是那个何小梅 骗了我的彩礼钱 自己用掉了 我找何小梅 闹了几次事后啊 他爸爸呀 就主动找到我 说呀 是他女儿 做的不对 让我别再闹了 他说呀 他负责解决 他也要个面子 后来 他爸呀 就把家里的一处老宅子 这个给卖了 把钱还给我了 其实啊 何小梅 还骗了我不少首饰 和零啥攒的财物 我看何小梅 他老爸 很讲道理 所以 我就 没有继续需要了 随后啊 民警老杨啊 调查了一番 证明 这个前男友 并没有说谎 真有这回事 要说 穷生盗 兼生杀 为这种事杀人 也不算稀奇 那么 下一步 要调查 他就是何小梅的老公了 当天晚上 何小梅的老公 就被请到了公安局 这个何小梅的老公啊 确实是一个很蔫儿的男人 个子不高 人也很瘦弱 进到了公安局 何小工的老公啊 顿时啊 昏飞魄散啊 双腿有些发软 说话 都有一些语无伦次了 老杨 让他不要紧张 给了他一颗香烟 然后 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 这一次 请你来呢 是有人说 你杀了你老婆 何小梅老公一听 顿时惊慌失措呀 没有 警官 没有啊 冤枉冤枉啊 我怎么会杀了我老婆呢 老杨说 村里有人说 你去捉奸 这个不是假的吧 何小梅老公说 这 这不是假的 是有这回事 那你是不是 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干脆杀害你老婆 何小梅老公说 没有 民警同志 说的没有啊 我要是有杀人勇气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呀 老杨说 那你说 案发 案发那天晚上 你在什么地方 何小梅老公说 我 我在家 谁可以证明 没人呢 我和我媳妇 闹翻之后 快半年时间 住在另一处房子 就我一个人 那你现在告诉我 尖夫是谁 也有可能 是这个尖夫 杀了你老婆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是捉住他了吗 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 这个 小伙子 你糊涂啊 我办的案子多了 就算你不是杀人犯 现在 你包庇真凶 你自己的事情 可就说不清了 啊 这 无论如何呀 何小梅老公 就是 不肯 说出 尖夫是谁 老杨啊 又去 何小梅家 这个 老公家去调查 这时候啊 马老太 不在家 案发当天呢 马老太 在上海 跑生意 到现在 还没有回来 谁有呢 家里的 黄老头啊 带着孙子在家 相比 这个老是芭蕉的儿子 这个黄老头啊 倒是颇 能言善谈的 能说会道 一看呢 就是一个 挺有主见的人 老杨发现 这黄老头啊 其实也并不老 他实际年龄 也就49岁 看起来 很年轻 无关端正 一头黑发 看起来 这老头 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个帅哥 老了老了 也还算是个 老帅哥了 黄老头啊 比他儿子 可时髦多了 穿的是名牌 衬衫 戴着一块 瑞士牌 进口的手表 手上 还戴了 三四个戒指 调查期间 黄老头 不断的抽烟 香烟呢 都是高档的 外国眼 老杨 并没有奇怪 他早就听说了 这马老太呀 在外炮生意 家里的大钱 归他管 但是 在扬州的 门面房的收入 和每个月 工人工资 都是黄老头在发 这黄老头手头啊 也是很宽裕的 老杨发现 这个黄老头 说话 还很随便 颇为浮夸 邻居说呀 这个黄老头 为人轻浮 夏天呢 京城 穿一个三角短裤 在街上是走来走去 以前呢 那种 三角短裤啊 都很宽松 稍微一动 那什么小淡淡 小球球啊 都露出来一大段 老头子也经常不在乎 这老头呢 还经常啊 在夏天的时候 去村口的小河里去游泳 而且都是光着屁股 不穿衣服 搞得村里的年轻媳妇啊 都不敢随便去河里洗衣服了 据说 老头年轻的时候挺骚的 在本村呢 同几个寡妇 很好 搞得 马老太也大怒 这才 办出了村子 奇怪的是 这黄老头呢 一口咬定 儿子当天晚上啊 是和他 在一起看电视 没有钻时间 那何小梅老公明明说 自己住在另一处房子当中 没有和爸妈和 媳妇在一起住 显然 这个黄老头 是在说谎呢 同时啊 黄老头一再表示 媳妇经常在外面瞎混 又喜欢打牌 说这一次 肯定是招惹了什么野男人 这男人呢 上门 来将他杀害 哎呀 所以啊 和他儿子 完全没有关系 这黄老头啊 非常会说话呀 如果没有 何小梅老公 之前说的那番话 老杨几乎就要相近 他所说的就是事实了 有意思的是啊 刑警老杨 发现了一些疑点 每当 谈到媳妇的 肩夫 和儿子 出肩的时候 这黄老头 明显的 不自然 几量回避 也许啊 是家丑不可外扬 此时已经是案发第三天了 老杨啊 回到公安局 已经是夜里了 南京啊 初步的DNA检查结果 也出来了 根据初步鉴定 何小梅尸体上DNA的男人血型 为A型 何小梅前男友血型为B 那么 首先 就排除了前男友作案的可能 嫌疑人少了一个 相反呢 何小梅老公的血型 是A型 这样 他老公就成为重要的嫌疑人了 老杨派人 将何小梅老公逮捕 同时提取DNA样本 送到南京去检测 何小梅老公 被抓捕之后啊 老杨 总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怎么看呢 这何小梅老公 也不像是个杀人犯 因为这个老公啊 看起来压根啊 就没有杀人那种胆量 老杨翻语卷宗 发现了一些被忽略的事情 何小梅老公已经被捕 始终不说出 坚夫是谁 按照常理来说 坚情出人命的例子很多 何小梅老公可能杀人 但是坚夫也可能杀人呢 何小梅的老公被戴了绿帽子 应该对坚夫恨之入骨 为什么反而要保护坚夫呢 就算何小梅是他老公杀的 事情已经出了 说出坚夫的名字闹一闹 也够坚夫喝一壶的了 这个双桥乡是个小地方 群众很保守 那坚夫估计就很难 在当地混下去了 老杨啊 下午立即呢 又赶赴到双桥村 向村长的老伴继续了解情况 这一次谈话 终于啊 有一些线索了 村里的很多老年妇女认为 何小梅 同她的老公婆婆关系很一般 但是和公公关系特别好 两个人情同妇女啊 经常一起带着孙子 去乡里 甚至是市里 逛街买东西 只留下何小梅老公 看着工厂 何小梅和她公公啊 都喜欢打麻将 两个人经常和邻居啊 打麻将 打到深夜呀 老杨啊 又去邻居家了解 追问再三 有一个邻居打麻 说了一件 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事 大妈呀 是这么说的 哎呀 那一天呢 他们公其二人 在我们家打麻将 一直打到凌晨两点多 散场之后 何小梅和她公公一起走的 我上厕所的时候 我看到何小梅 把一个金戒指呀 放在水台上了 估计呢 是她之前洗手 摘下来 忘记戴上了 我拿戒指 赶紧去追他们呢 我年纪大了 走不过他们 就绕着村里的一条小路 到前面等着他们 村里没灯 哎呀 乌起码黑的 这点啊 都去睡觉了 我亲眼看到啊 何小梅和她公公两个人 是搂着走过来的 她公公那手啊 还在她胸上摸呢 我吓了一大跳啊 也没敢给他们戒指了 急忙转身就走了 后来呀 我想起来了 打牌的时候 有时候 何小梅和她公公的腿呀 就在桌子底下 碰个碰的 我一开始 以为他们是不故意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民警同志啊 这事儿你可要保密呀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 很保守 这种事情可不得了啊 放在十年前 有这种事啊 那都得被压着 敲锣游街呀 听到这里 老杨啊 是恍然大悟啊 看来 这个何小梅的前夫 竟然呢 是何小梅的公公啊 何小梅的丈夫回去捉奸 捉住了自己的爸爸和老婆 虽然何小梅老公 急急败坏 但这事儿 可不能生长开啊 不然全家可都没法做人了呀 那不仅仅是何小梅一个人的事儿啊 那么这样说来 何小梅的公公可就很可疑了 首先 他公公做了这种乱伦的事情 为了消除影响 很可能杀害他儿媳妇灭口 其次 何小梅脖子上 有掐痕 但是很轻微 似乎是力气不足的人干的 何小梅老公是个年轻人 就算瘦弱 也不可能掐不死一个女人 可是何小梅的公公 黄老头快50岁了 力气肯定就不足啊 符合这个推断 还有 何小梅死前 和人发生过性关系 但是 衣服完整 不像是被强奸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你要说杀人犯 是何小梅老公 两个人已经闹翻 又分居半年 不可能发生性关系 他老公 他老公也不可能在杀人前 去强奸自己 已经厌恶的老婆 这不符合常理 看来呀 可能就是这何小梅 又和自己的公公偷情 事后 事后 因为什么事情闹翻了 公公 愤而杀人 这样一来呀 一切呀 就都可以说通了 杀人犯的血型是A 公公的血型 也是A 有很大的作案协议 想到这里 老杨立即派刑警 提取何小梅公公 黄老头血腰 连夜送到南京 进行比对DNA 第二天一早 这检验报告 还没出来 公安局就来了一个人 谁呀 马老太 老杨亲自接待马老太 马老太呀 是刚刚啊 从上海赶回来的 马老太虽然只有47岁 看起来比丈夫 黄老头要老得多了 他的身材偏胖 个子很矮 看起来只有一米无几 头发也有一些斑白了 但是马老太 说话做事非常干练 一看呢 就是经常在外闯荡的 有意思的是 这个马老太呀 还很保守 扬州的回民可不少 和西北回民有很大区别 和汉人呢 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这里的回族妇女打扮呢 和汉族妇女呢 都差不多 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马老太是个回民 却戴头巾 遮住耳朵 打热天穿衣服啊 还遮住了手臂 和小腿的黑衣 依他的岁数来说呀 这样穿可没什么必要啊 只能说明啊 哎 马老太 传统保守 老阳之前就听邻居说了 这个马老太呀 很虔诚 经常做礼拜 马老太 开门见山的说 我儿子 不可能是凶手 尽管你们抓错人了 老阳说 那你说凶手是谁呀 马老太顿了顿 接着说道 是我那个挨牵刀的男人 什么 为什么 是他呢 马老太说 尽管 到了这个地步 我没有什么 好隐瞒的了 我听说 你们 把我儿子 给抓了 但是他不是凶手啊 你们又把那个老东西 抽血 去检验什么DNA 我看你们 马上就知道真相了 我就提前告诉你们 你们也知道我儿子 捉肩那回事吧 他放肩肤跑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肩肤 就是他爸爸 这个老东西 早就和那个何小梅 勾得上了 我和我儿子 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儿子 性格懦弱 又没什么钱 不忠那个何小梅的意 这个老东西 有钱 又会玩 他年轻的时候 就和村里几个寡妇 都搞上床了 搞得人家长辈 打上门来 老了老了 他还是那么骚 经常背着我 跑到扬州 去找小姐 这两个人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三搞四搞 就勾得上了 老杨说 哦 这样 那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老公 把丑事传扬开 所以 就 杀人灭口了 马老太说 真的 丢死人了呀 我天天 在外面辛苦的拼命 这个老东西 却在家里爬灰 我知道桌奸这件事后 几次让老东西 赶快和那个贱货 断掉 再把他赶出去 把孙子留下 这对 奸夫淫妇 就是不断 大概两周前 我从广州回来 给他们最后通牒 他们如果再拖着 我就要给他们好看 随后 我就去了上海 让这老家伙 在我回来之前 解决这件事 那贱货 也是要面子的 我看他呀 不会 敢把这个事情 闹开的 结果 没几天 这贱货就死了 你们说 如果不是那个老东西杀的 还能是谁呀 两个人呢 肯定是被分手 闹翻脸了 打起架来 老东西 一怒之下 就杀了人 老杨说 那你这么说 你有什么证据吗 马老太说 我和你们说 尽快 这老东西 和那贱货呀 一直 保持那种关系 没断 你们不是说 在那个贱货身上 发现精液了吗 你们检测检测 十又八九 就是那个老东西的 他的血型 也是A型 这些 你们都应该知道了 别的 我不管 你们 赶快 把我儿子 给放出来 他是无辜的呀 我儿子老是 被自己的 爸爸和老婆 欺负成那个样子 还要蹲看守所 你们说 这是什么事啊 老杨 送走了马老太 派人呢 就去把黄老头 进到公安局 一个办公室里坐着 其实 就是在等待 检测报告 下午啊 加急的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 果然 这个精液呀 并不是 何小梅丈夫的 就是黄老头的 显然 这黄老头 有重大的作案协议 老杨立即 抓捕了黄老头 这一次 黄老头 情绪低落 很快就承认了 是的 我媳妇 何小梅 就是我杀的 你们也知道 我没有奸情 当天晚上 我和他 在村外 投情 完事之后啊 我说我们以后 不能在一起了 要分开 不然 我老婆会杀了我们 我媳妇啊 就和我吵 说现在 我儿子 要和他离婚 我又要断开 岂不是白玩他了 他和我要一大笔钱 还说要和我结婚 不然呢 要把事情都捅出去 我怕他呀 真的 这么做 所以呀 我就把他给掐死了 掐死他以后 我怕警察怀疑我 我就把他的裤子脱下来 又把他身上金银首饰拿走 装作是被别人强奸的 我承认了 人是我杀的 你们把我儿子给放了吧 老杨说 那那些首饰呢 黄老头说 我把那些首饰 扔在村外的公路上 估计早就被人给捡走了 证据确凿 黄老头 郎当入狱了 何小梅的丈夫 当天被释放出开手所 马老太 把自己儿子给接走了 案件纠正破了 似乎顺理成章 公共和儿媳搞乱伦 最终搞出人命 也没什么稀奇 这种人本来就不该有好下场 可是刑警老杨 始终觉得有什么地方 不对劲啊 两天之后 南京那边 最终的事件报告 终于出来了 事实证明 何小梅 何小梅并不是死于 掐净的机械性 窒息死亡 而是死于中毒 在她的 未内容之中 发现了 剧毒 农药的痕迹 这可就太奇怪了呀 已经认罪了黄老头 说是她 掐死了何小梅 但是警方的检测报告却证明 何小梅是中毒死的呀 既然黄老头已经认罪了 那为什么还要胡乱说话 不说这个真正的杀人手段呢 这不符合逻辑 根据这个毒药的分析 这是一种 药味很强的农药 物浮的可能性极小 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用这种农药杀人 就必须强灌 何小梅尸体 头发服装整齐 并没有强行搏斗后 被灌药的痕迹 更奇怪的是 当天下午 年轻的民警 送来了其他证人的一些口供 第一份口供 就是发现这个尸体的 老大爷的口供 老大爷口供 没有什么内容 他也就是看到了尸体而已 可是老大爷最后一句话 让老阳 瞬间呢 就感觉到兴趣了 老大爷说 哎呀 我看到 何小梅尸体的时候啊 他的下体呀 被一把街杆给挡着 我觉得呀 这是让那些村民看到 哎呀 不太压关 那街杆啊 是我放上去的 哎 警官说你再说说 哦 老头原来有点糊涂 不 那街杆不是我放上去的 我觉得呀 可能是凶手放上去的 哎 听到这老头这么说呀 行情 老阳心中有谱了 有这把街杆 还有中毒死亡的原因 他立即命令调查 马老太家的账户 果然发现 有大笔的资金呢 流入了 何小梅的娘家 有好几万之多 通过何小梅家的联系 老阳发现了 这些钱 说是马老太亲自来慰问庆家 说呢 这个 庆家的下半辈子呀 由他们来进行补偿 给了一大笔钱 这时候 心中已经有谱的 老阳再次传唤了马老太 在公安局的审讯室之中 马老太 仍然很沉着 你们 是怎么发现的 老阳说 哎呀 这个事啊 要怪 就怪你话舍天足了 你最后为什么 要放一把铁杆 挡住 何小梅的下体呢 凶手做这种事 只能说明 他是何小梅的熟人 或者是他的长辈 而且呢 是一个 很保守的人 这个人 不愿意 让何小梅的下体 暴露在大家面前 其他杀人犯 是不可能这么干的 现在有可能的 就是黄老头和你了 但是 你老公 自己整天光着屁股 在一大群 女人面前悠悠 他不可能想到这个 那显然 就只有你了 你就是杀人凶手 你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老太说 我媳妇 是我逼死的 不是我家那个老东西 更不是我儿子 案发当天 我特地从上海赶回来 想看看那个老东西 有没有把事情 处理完 结果 竟然 我又把这对 肩腹炎腹 堵在床上了 老东西翻窗 跑了 就留下 何小梅一个人 我特别生气 我堵住门 对何小梅说 今天就要做个了断 家里所有的钱 和门面 房子 再加上住房 我都已经转移走了 现在我和那个老东西离婚 你们两个人 一分钱都拿不到 而且 这个事 还没有完 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不要脸了 我要把这个事情 闹出来 让何小梅 父母也知道 让乡里所有人都知道 让他们一家 没钱 也在家里待不下去 至于儿子 和孙子 我都要带走 老杨说 那这样 何小梅就慌了 马老太说 这个贱货 太不要面子了 但是 他爸爸 是小学老师 一辈子 最要面子 上一次 他们闹彩礼的事 他爸爸气得 脑溢血发作 住院 住院几次 这个 一旦乱人的事情传开 他爸爸妈妈 和他 也不用见人了 我和儿子孙子 可以去广州 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 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人 没本事走 也没有钱 只能留在本地 天天被人 搓几两骨 没多久就要完蛋了 况且 何小梅那种女人 贪财好利 好意勿劳 让他没钱没脸 又找不到新男人 可以依靠 那就等你杀了他 他就求我饶了他 老杨说 那你就让他自杀 马老太说 他本来就该死吗 我说 要么 你喝农药死了 大家都不闹破 你爸妈我管 我明天 就给他们几万块钱 够他们用一辈子了 老杨说 你这么说 何小梅就喝了 马老太说 他当然不愿意了 我又吓了他几下 说你不死 这口气我出不来 将来 我也会找人打残你 何小梅 平日里最怕我 知道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后来 就从家里 拿出了一瓶农药 让他喝下去 他没办法 就喝下去了 刚喝完 他又后悔了 哭着 往邻村的娘家跑 我跟着追出去 结果 他跑到村口没多远 就跌倒了 在地上打滚 我也没有救他 看着他断气 当时正好是晚上 没人看见 我见他死了 转身就要走 后来一想 他这样自杀了 人家肯定会传闲话 说不定就把丑事 接出来 我就脱下了他的裤子 然后 又在他尸体的脖子上 掐了几下 装作是被人强奸的 可是 我年纪大了 没什么力气 我掐了几下 并不重 老杨说 那遮住 何小梅下体的 那把街杆 是怎么回事 马老太说 就像你说的 怪就怪 我这个人太保守 我脱下他的裤子以后 我觉得 他两腿岔开 对着人 太丑了 尸体很快 就会被人发现 很多人 就会来看 再怎么说 他好歹也是我儿媳妇 让别人看着这样 算怎么回事啊 我就随手在路边 扯了一把街杆 盖在他下面 然后 我立即去了上海 装作不在场 不过 我猜你们 一旦发现 他是喝农药死的 又发现街杆 就会猜出 是我做的 我没杀人 他是自杀的 我没罪 刑警老杨说 那他的首饰 也是你拿走的 马老太说 对 我带到上海去了 就在我上海的房子里 老杨说 那你家老头 为什么说 是他 掐死何小梅的 马老太说 这老家伙 是心疼他儿子 再加上这个事 也闹出来了 他横竖 活不下去了 不如被枪毙算了 当天他跑了 后来发现儿媳妇死了 他就猜到是我干的 他不知道何小梅 是喝农药死的 只知道脖子上有掐痕 就说是掐死的 老杨说 你儿媳妇固然不好 就该死吗 你是不是太狠了呀 马老太说 哼 这种人还不该死吗 在我们乡下 乱伦在以前 都是要被活埋的 警官 你想没想过 我儿子 孙子 一辈子 都被他给毁了 整个家呀 完了呀 刑警根据马老太的交代 来到他上海居住的住房 找到了何小梅 当天遇害时 佩戴了首饰和手表 证明 马老太说的话没错 这个案件 也就这样结束了 马老太最后啊 还是被判刑一年 还是一年半 这个罪名啊 老刘 就不太清楚了 服刑以后 马老太 变卖了工厂和房屋 带着儿孙 去了广州 再也没有回老家了 后来 马老太的儿子 又再婚了 他对 孙子 从来不提 何小梅的事情 只是说 他妈妈 病死了 黄老头很快 就被释放了 马老太呢 还算是讲情面 给黄老头啊 留了一处民居 又留了一处门面房 让他收租为生 可惜 黄老头根本没有办法上街 他走到哪里 都会被路人骂得不成人形 这样 没过几年 黄老头的一头黑发 就变成白发了 很快就病死了 最倒霉的呀 是何小梅的娘家 面对邻里的嘲笑 何小梅的父母啊 基本上不能出门 第二年 他父亲就被气得 脑溢血再次发作去世了 何小梅还有个妹妹 因为姐姐这件事 到了三十多岁 才远嫁新疆 那聊到最后啊 老刘忍不住说一句呀 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都得管得住 肚脐尔下面 那个东西呀 我 他也好 我 我 他也好